台湾网球之光谢淑伟 5岁时开始网球生涯 11岁时参加14岁级东亚巡回赛 在单打与双打获得双料冠军 2013年于温布顿网球锦标赛中 与彭帅搭配夺下女子双打冠军 是台湾选手第一座大满冠赛事冠军 今天时尚美光灯焦点人物 我们好高兴好荣幸地可以看到台湾之光 谢淑伟 淑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淑伟 今天这个场合真的非常难得 因为我们举办了这个Carnival 网球嘉年华爱会一直在的活动 真的好高兴 因为淑伟特别来帮我们加油打气 给我们好大的鼓励 然后我们知道淑伟过关窄将 从温布顿得到了全世界的殊荣 我觉得真的超了不起 淑伟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你这次比赛的过程 这次赛就是高超起伏蛮多的 因为我们一开始在配合上的时候出现一点问题 然后加上我们搭档刚从大陆赶到英国去 并没有去适应这个草地的球杖 所以一开始我们打得非常的辛苦 直到第三轮之后才慢慢发到感觉这样 像淑伟你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永远保持在这种高度抗压性的状态 然后可以勇往直前 因为自己比较属于出唇筋的那一种 然后可能是到球场上的时候 就会变得比较相较一场外来的专注的许多 因为觉得自己的目标在场上是要做什么 我就会蛮执着地去把那件事情做好 像你跟彭帅 基本上你们的默契真的没话说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很神奇 因为像这次温布顿 我们从来没有一起乐身 也没有一起去做一个双打的调配 我们就是时间到了 要上场了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见 然后就走到场上去 是喔 真的还假的 那你们这个大概是天生从小的默契吧 因为你们是好朋友嘛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 前后排都能打 然后如果说他今天状况不太好 我们就可以变化战术 或是我今天状况不然他就比较相辱一下 所以就是我们这一队组合 比较优势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小的时候就决定 要朝网球这个方向来努力 这个其实不是我决定的 是父亲决定的 然后后来打到后面就是 真的还假的 是你父亲帮你决定的 那你弟弟的 弟弟他们的网球之路是你决定的吗 也没有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很小就开始企忙了 小时候你根本不懂说 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只是觉得我打 我打得还不错 我还蛮开心 我去享受这个东西 也不能说真正去喜欢这个网球 还是不喜欢 是因为到长大之后啊 你还要在这个网坛打很久 我才开始说改变自己心态说 你如果要做这个工作 你不如就开心的去享受它 这样你可能会做得更好 做得更久这样 最后是你自己选择 不管别人怎么逼迫你 怎么压迫你 最后都是你要选择走这条路 对吗 对其实有时候打网球 也是蛮寂寞的 因为其实就是两个人啊 对不对 这样对打 然后呢 而且你要不停地练习 对不对 就是你要 真的是不管风吹日晒雨淋 都要非常努力地练习 那你中间有没有遇过 非常大的挫折 其实网球我们很容易遇到挫折 因为我们并不是 每一个礼拜都能拿冠军嘛 每个礼拜都要输啊 你可能打局再输啊什么的 所以你每个礼拜都要去承受 一个这个失败的压力 可能是在网球圈 比较疯狂的吧 就是输球之后 还可以下来就笑 然后大家都说 你刚刚是赢吗 我就没有啊 我输啊 他说我看不出来 对 因为你看起来 有点那种桀骜不羁的态度 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在乎 因为我知道 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可能会输这样 所以就是 所以训练的时候做得更好 因为每一个比赛的状况 我们都没有办法保证说 自己可以在临场 把他都发挥到最好嘛 所以就是尽力在每一个小细节 先把他做得好这样 像 郑淑媚 像其实网球服啊 这种造型上面 其实跟一般比较起来 应该也是算比较前卫 比较流行一点 那你自己都怎么搭配 这个挑选你自己喜欢的网球服呢 像以前我没有厂商赞助 那我比较特别 我可能会去拿软网的衣服 来搭配之类的 所以厂商常常会很不高兴 你明明就是网球选手 你为什么要去拿 配合运动的衣服来穿 这是一种很好的混合和配合 对啊 像现在的话 厂牌我目前没有签约嘛 所以我都是 所以随心所欲 对 会去买一些精品的牌子啊 然后比较运动风的 来搭配我的运动服 然后下去比赛 所以我还蛮享受这个 短暂这种没有签约的这个时间 连精品的这你也会选择 把它做一个互相的搭配 很酷喔 因为我觉得精品的东西 真的很漂亮 然后它有些东西 是可以在运动场上 让它跟选手搭配得更好 让选手更时尚这样 你接下来有没有 什么特别的计划呢 特别一点 现在就是准备了 美网圈的赛事 那当然最期待的还是说 希望能跟彭帅继续搭配 能拿到大女装的门票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从淑薇的脸上 其实就看到了 坚毅两个字 有没有人告诉过 不是皮券吗 不是 我觉得那是真的是 真的就是有坚毅的感觉 没有人告诉你吗 我真的觉得是 他们都说我很卡这样子 你很卡 我们知道其实你是 是很有肩膀的 我可以感觉得出来 我现在要努力的 去找另外一个肩膀 来帮我躺一下 那我们来谈一谈囉 淑薇心目中 对你喜欢的男生 他的这个轮廓感觉是什么样 那我们来大家帮你一起找一个肩膀 其实没有 对外表没有太大的太多的要求 但是身高的话 其实他比我高一点点这样子 是吗 你几公分 我169 OK 可是我真的觉得 因为女生可能有穿鞋子比较高 所以我知道了 175以上的 175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我穿的高跟鞋都非常地高 他穿的高跟鞋都非常高 好啦 那我们就说180以上的人 就放马过来 好啦 其实我平常会穿平底鞋 我要求不要那么高 因为现在年纪有点有了 有了 OK OK 好 所以淑薇说175 OK 然后呢 你喜欢他的个性 有没有什么特别是你的求 对 一定要善良 善良 对 OK 还有呢 还有呢 不是 我觉得 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工作 但是他内心一定要有一个善良的部分 OK 就这样子 就这样啊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可是我想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吧 你知道要遇到的才知道吧 真的 我觉得他因为这个一路以来 当然都是在网球的世界里 可是呢 我看得出 他其实应该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女孩 你真的很厉害 感觉得出来的对不对 而且他其实喜欢尝试一些不同的新事物 就像我去年开始做那个背包客 然后其实我一直蛮想去缩细 然后好攀岩 这些比较刺激 那些比较高危险性的东西 听起来都是充满挑战 对不对 真的 真的很酷 那我们可不可以知道一下这个 淑薇 你 因为我们晓得 除了这个感情世界嘛 因为真的 我觉得 就是我希望一定要有人分享 同不同意 除了家人以外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希望大家一起帮这个淑薇 希望他能够找到他心目中 其实他可能已经有了啦 也许不想告诉我们 没有没有 我担心 我担心 他担心 他担心 好 那我们在这 我绝对没有骗大家 好 他既然没有骗大家 那我们大家一定要来帮我们的台湾之光 好好物色 如果你够善良 然后175以上 然后呢 OK 各方面的条件 那请你放马过来 好 还有另外一个 不可以比我瘦就好 不可以比他瘦 好可爱 不可以比他瘦 那我告诉你 基本上淑薇还是很瘦的 所以有很多人有机会 真的真的 那淑薇 我们已经在节目上帮你这个好好的 这个要求对不对 大家可以互相支持之外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淑薇妹妹呢 你自己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wish 接下来 除了打球以外 因为我今年都是比较受伤啊 感冒状态 我当然希望说能身体健康 因为我觉得成绩是其次啊 然后你都有身体健康 可以去小时候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会比较快乐 OK 好 所以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这一次呢 我们办这个Carnifor 网球加年华的活动呢 因为我们也邀请了这个各行各业 大概有十几位的专业经理人呢 大家齐聚一堂 那我们为了这个爱慧一直在 发行了一首光的歌 那他是台北市网球协会的理事长 李慎杰先生 作词作曲 那我这个总顾问也真的尽心尽力哦 希望淑薇一起来帮我们鼓励 加持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所以到时候也希望淑薇也可以来参加 如果有机会的话 当然因为希望说网球华 可以带动台湾一个风气 然后接下来可以帮助更多的运动 顺手 能在台湾拿到更好的成绩 好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谢谢淑薇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然后我们大家都要努力的 推广网球运动哦 因为其实在全世界这么多的运动当中 不是每一个运动我们都有机会 能够发光发热 但是淑薇真的是我们大家的骄傲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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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了像流行跟艺术啦 或者是说像艺术与幽默啦 像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章鱼角 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这个章鱼角呢 我觉得它是一种幽默 是 你看那章鱼就好像蹦 对 从那个建筑里头 怎么会蹦出来 然后你从那边路过的时候 你会觉得 怎么这样 可是你又非常就拿出 好幽默 对 拿出手机 然后一直走一直走 还有一件充气很棒的 是有一朵很大红色莲花 是 那这次这个莲花它是会动的 这个也是让观众可以去思考说 当花这么大的时候 我们人在植物面前 你是不是可以尊重你收招的 每一件小小的东西 那你对自己生命的看待 会有不一样的深度